蓝莲的豆耳钝 老鱼马 红莲的观众 加油长长 鸡木是很多人都熟悉的玩具 但是用鸡木制作的动画你见过吗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小伙 郝菲制作的鸡木动画 他不是靠动画软件制作出来的 而是采用定格动画的拍摄方式完成的 日前记者在张家口的一间工作室 见到了正在制作鸡木动画的郝菲 拼一下鸡木拍一张照片 比如说这种小人走路 他手需要出来 脚需要出来 这就是一张照片 然后你得保证这一只脚不动的情况下 然后再做一个往前走的动作 手再有一个微调 这样又是一张照片 然后通过把所有的这些照片 去合成起来变成一个视频 郝菲说他在大学时学的是定格动画专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鸡木动画这个行业 这燃起了他创业的梦想 据郝菲介绍 用鸡木制作动画十分辛苦 一秒钟画面需要拍摄12.5张照片 制作一个一分钟的动画 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刚开始创业时 由于没有收入 郝菲曾一度想放弃 有那么两三个月是一分钱都没有 就开始做了 因为我已经好像是收到了特别大的一个鼓励 就是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还有一帮人在支持我在看 随着郝菲的作品不断成熟 很多国产积木厂商也成了他的粉丝 并向他伸出了援手 郝菲说现在他不缺积木了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制作方面 他希望有朝一日 能把中国风格的积木动画推向国际 我这个行业是只要一出错 前一两个小时东西就属于是白拍白干 所以就是希望自己再严谨点 做的也是更细致一些的 我希望的就是能够把这个积木定格动画推向国际 让国际上的更多人去接受 咱们中国风的这些东西